大家好 當牛頓尼爾頓發表他如何利用靈鏡PRISM 去把白色光分為七種顏色的時候 嘩 科學界的大哥都敢說 其他科學家第一時間反應就是 相信大哥 老殘是做不到科學家的 其實當時真實學界的反應就是 誰知道 喂 怎樣才知道尼爾頓說的東西是否真的 有圖有真相 還是有片有真相 你們對真相給一點堅持可以嗎 在科學界 我說你吹到自己挖起了 我一天沒試過 一天都沒有真相 誰知道你是否說謊 而當時科學家真的想試試尼爾頓這個實驗的時候 可能因為當時的PRISM的質量問題 他們發現得不到尼爾頓看到的實驗結果 鬼咩 假的圖 真正當白色光經過PRISM之後 哪有分得那麼開 不同顏色的光分開的角度其實很小 可見光譜Visible Spectrum這麼窄 難怪當時的科學家真的不容易看到哪裏都出色 所以今天當我們要把不同顏色的光分開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用PRISM 而是會用妖射光山Defraction Grating 你就這樣看以為它是一塊透透的明白的東西 實際上Defraction Grating 其實就是一塊有很多很多條幼到你肉眼都看不到的縫 SLEED 說的是1mm有幾百條在裡面 於是當有Lightweight打下去經過這些SLEED 這個位置就會出現亮紋BRISM 要留意的是對比雙逢Defraction Grating的SLEED 是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Light的Defraction都會散開得厲害很多 亦因為這樣對比雙逢Defraction的SLEED Grating的SLEED 是闊很多的 即是BRISM會飛到很遠的 放大雙逢Defraction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們之間的間距Delta Y大致上都是固定的 但是Grating所產生的BRISM 中間就會貼近一點 而旁邊會分開一點 由於它們的間距沒有一個固定的數值 所以我們表達它的位置的時候 很少會用到Fringes之間的間距來表達 多數我們都會說 它們跟中央兩文Central Bright Fringe之間的角度 例如第一級兩文First Order Bright Fringe 和Central Bright Fringe之間的角度就是θ1 而第二級兩文Second Order Bright Fringe的角度就是θ2 而這個θ的公式就是D sideθn等於nLambda D就是Defraction Grating裡面 每一條slit之間的距離separation 例如1mm有300條slit的時候 D就會是1mm除開300分 即是3.33個微米mLm 而在公式中的n就是指的是第幾級的兩文 例如First Order Bright Fringe n就等於1 於是你憑著這個Bright Fringe出現的位置 你就可以算到Light波長Wave length 而這條公式亦都告訴你 Grating和Double Slit是一樣的 那些slit如果黏得近的話 即是每1mm有多些slit的時候 θ會大一點 那些Bright Fringe也會散開一點 又或者當Light的Wave length是長一點的話 例如紅色光 Veta也會是一樣大一點 於是紅色的Bright Fringe比其他顏色 就會散開一點 因為白色光進入這個grating的時候 紅色的Bright Fringe散開的幅度 是大過藍色光的 而其他顏色的光散開的幅度 都是各有不同 於是在這幾個區域 就會形成可見光譜 Visible Spectrum 這些Visible Spectrum 比起由PRISM、Z、Reflect 而來的Visible Spectrum 可以是闊很多的 讓科學家要看都比較容易看到 要留意的是 grating可以產生的Bright Fringe 其實是很有限的 因為θ最大到達90度 即是最大θ最大是1 那N lambda overD 最大只只可以是1 如果換位置的話 N最大只可以是D over lambda 之前我們說過的grading的slit是拍得很迫的 即是說d是很小的 它跟lambda其實不會差得太遠 所以n這個數字一般來說不會是很大的 也就是說當你做實驗的時候 你通常都只會看到幾個bright fringes